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钟绍金的老婆突然站了出来 将钟绍金竖落一番 她说 你跟李隆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事到临头却想做缩头乌龟 你以为这样 为皇后就会饶了你吗 钟绍金顿时如醍醐灌顶 连忙打开门 将李隆基等人请入家中 男人肯听老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最后 在李隆基的指挥下 大伙儿冲进皇宫 顺利除掉了唯皇后和安乐公主 这事儿被称为唐龙政变 英雄一亮剑 犯派全完蛋 不久 太平公主又将皇帝炒鱿鱼 然后拥立李隆基的爸爸李诞为皇帝 李诞呢 这也是第二次做皇帝 史称唐瑞宗 男人一辈子做两次皇帝 每次都有新感觉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 本该由嫡长子做太子 轮不到排行老三的李隆基来当太子 但李隆基诛杀为皇后母女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所以李诞将李隆基获格封为太子 命运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太平公主由于有雍丽皇帝之功 所以李诞对她感恩戴德 甚至拜一百顺 以至于她的权势甚至超过了李诞 天下无灵 唯我独尊 别看太平公主权倾朝野 连皇帝都不怕 却唯独忌惮太子李隆基 为啥呢 因为李隆基太优秀了 如果让李隆基顺利即位 太平公主将来恐怕只有跳广场舞的份了 为了能长期独揽大权 太平公主便想扳倒李隆基 然后找一个容易控制的大笨蛋当太子 你想的比你长得美 为了扳倒李隆基 太平公主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散布谣言 太平公主买通大批记者 铺天盖地的宣扬 李隆基不配当太子 因为他不是第一长子 哈哈 送你一个轰轰烈烈的排场 感谢本公主的大恩大德吧 好在有李诞为李隆基撑腰 谣言才得以平息 第二件事 暗示宰相们改立太子 太平公主也是蛮拼的 曾在光天化日之下拦住宰相们 暗示他们另立太子 可惜啊 宰相们跟太平公主 不是一个鼻孔出气 所以没有听她的 做人别太傲 给脸你得要 不要不要就不要 拒绝跟坏蛋打交道 第三件事 指使星象大师忽悠李诞 太平公主让星象大师忽悠李诞说 你有没有发现啊 最近天上多了一颗彗星啊 这说明啥呢 说明太子将要登记成帝啊 你要是不赶紧收拾太子啊 你马上就会完蛋 我看你阴堂发黑 双目涣散 必有血光之灾 你不是看星象吗 怎么改看象了 哪知李诞却说 既然老天都表态了 那我就顺应天意退休吧 然后她将皇位传给了李诞基 太平公主知道结果的那一刻啊 想死的心都有了 不怕敌人太强大 就怕皇帝心太大 此时 太平公主决定孤注一掷 发动一场政变 杀掉李诞基 咱们骑驴看上本 走着瞧 李诞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还没等太平公主发难 她就带人断了太平公主的老巢 然后将太平公主赐死在家中 Game Over 历史知识点 太平公主不但多谋善断 而且极具政治头脑 可以说是得到了她妈武则天的真传啊 即便是武则天也曾坦言 太平公主想她 从武则天晚年开始 一直到太平公主去世为止 期间凡是大的政治斗争 几乎都能看到太平公主的身影 像她这么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但可惜她的权力欲太强 又偏偏碰到一个更为强悍的对手 所以也注定了她的结局是悲惨的 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